诶 站住 诶 站住 你可以抱我一下吗 诶 你谁啊 为什么要抱你 神经啊 我可以抱你一下也行 诶 不要 不要 诶 等一下 我可以抱你一下吗 嗯 我要上班 你可以抱我呀 哪里 我要上班 等你下班哦 上 我不等 等你哦 我可以抱你一下吗 或者你抱我一下也行 可以吗 什么意思 是 抱一下 没问题是吧 可以啊 可以吧 可以可以 来 今天啊 你是第一个抱我的 我请你喝杯东西 对 这凉的我不能拿 为什么 哎呦 蛤 头发是卡的 对 你这个故意弄的造型吗 没有 这个造型还挺别致的 生病了 生病了 嗯 患了癌症 几年前了 现在还好吧 那你坐坐坐 聊一聊 你这个包有点重啊 帮你拿下来 不要紧 你是做什么的 我以前是老师 一个乡下一个学校 那你当时 发生这个事的时候 你内心怎么样 这怎么讲呢 反正 得了这个病 反正就是 大家都说癌症 等于死亡嘛 当时得这个病 真的是很绝望的 就觉得快死了 然后就躺在床上 就默默的流泪 然后就想想 这样不行 我要给欠我钱的人 打电话 万一死了之后 欠我钱的人 不给我钱 怎么办 然后打完了之后 脑子又空了 因为 这个父母也不敢讲 是吧 就给我女儿打了 接了个视频 我就说我确诊了 但我还是笑笑地讲的嘛 我女儿就 一下就哭了 就说那我要马上回来 走你上班 就哭着哭 他就说 那我没有妈妈了怎么办 我说我又没死 你哭什么哭 就现在已经转移了 转移了 就是三年之后 打化疗之后打掉的 就上个月打掉 就掉头发了 唯一打就掉了 你会在意吗 别人看到你这样 习惯了 还在上课吗 没上了 因为当时病很严重 就没上 一直在康复期间 在家里在锻炼 当时没买保险 也没钱治病 然后差不多医药费吧 报销了之后 就花了二十多万 妈妈呀 姐姐啊 弟弟啊 就大忙小说 姐姐开了一个餐馆嘛 那我闲着就是 更加心里就不舒服 叫我去店里帮帮忙啊 赚钱了吗 现在赚了 现在赚了 对 就是口罩的时候 一直不赚钱 退了两年 刚好到交房租的时候 我姐就准备把那个店退了 他说你现在身体这么样子 你还是好好的养身体吧 当时就是请了那个看见达人 我就说再搏一把吧 然后就上了团购嘛 每天都很多人来吃饭排队 我就感觉像做梦一样 真的假的 第二天就差不多从九点钟起 一直就忙忙忙到晚上 差不多十一二的 然后二十天就做了二十多万 下一个月就做了差不多第三四十万 你这个店房租多少钱 4万5元一年 那等于说是四五千块钱一个月不到 对对 这抖音太厉害了吧 就是 原来本来就是我姐姐不是跟我一起买房子 我买在楼上楼下的嘛 当时没钱房子也太给我装了 装修了之后又买不起家具 就准备把房子卖了 但是后来就一下起来了 就现在也就是房子也没卖 家具也买了 然后现在就也住进去了 太好了太好了 我的妈妈 爸爸 还有我姐姐 从我生命起嘛 他们就在金钱上也是一直支持我的 就没钱了就给 没钱了就给 一天 至少两个电话 两个都80岁 他们身体还好 比我们还好一些 就是很感谢他们 很爱他们 特别感谢的是姐姐 因为她做了 没必要做的这些事情 因为我是离异的嘛 她就生病的也照顾我 就好像当成她自己的事情一样 我有一次复查 她跟我一起去嘛 我那个复查结果很好 我就在那里笑嘛 我感觉你很爱笑 然后你姐姐怎么说 她说你还笑 原来医生都说过了 你只能活三个月 就把你拖回去了 就不要治了 医生跟你姐姐说的 然后姐姐就一直瞒了你一年多 知道你好转才跟你讲 她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我当时都不知道 然后后来就很感动 就姐姐是真的好 还把电子也给我喷股 房子也给我装了 当时就我妈妈就说 她就没钱 你就别给她装了 她说那不行 我们楼上楼下住着 我装了就顺带给她装了 要不然我住进新房子了 看她没住进去 我就心里难受 我妈就说 那她没钱给你怎么办 没钱给就不要给了 我就给她装了 对 那在这段经历里面 你有没有想过要放弃什么 没有 没有想过 就是我原来就是也很艰难的过来了 是不是 每天自己锻炼 这几年都睡不好 晚上就失眠 但是也这么挺过来了 我原来就是鼻子流血嘛 流了差不多七年 也用尽了各种方法 没有搞好 可能是免疫低了 她这个病就来了 生活习惯还是不同的好 爱熬月 就是在教书的时候 就是也肯对学生也付出嘛 我那些学生都很优秀等 然后自己就拼命的去 就想把这个学生管好 其实我们每年都体检 体检都没查出什么问题了 然后就迟了四个月 差不多一年 能四个月去检查嘛 然后就到中晚去了 还是要改变生活方式吧 早睡早起不要熬夜 注意营养 早中晚三餐都要吃 还要锻炼 那你有什么梦想吗 以前做老师的时候 就想把学生教好嘛 一辈子幸福就行 没有什么太大的梦想 那我感觉你还是挺幸福的 对啊 家里人好关心你 对啊 我们这种就是转移了 如果是你还在治疗的时候 这种人还在长大 那你就只有等死一条 那我现在就是不管能活多久 到生命的最后一天吧 都要开开心心 我开心 我健康 我快乐 他们就安心 那他们安心了 那也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那这辈子还求什么 是不是 那我走了啊 等一下 我还有个东西要送给你呢 送什么 刚才已经送了饮料了 那不是这个 比这个更重一些 那送什么 送你一个拥抱吧 加油 有的人总是抱怨自己运气不好 而有的人光活着 就已经拼尽全力了 经历过黑暗以后 还会知道 能折分党语的 不只是房子 还有家人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 家人是这个世界上 不用你做任何回报 但却是最爱你的人 加油吧 最猛人